精神怎么都没法子集中 闭眼睁眼脑海中全都是那见光刺来的时候 处离去挡的画面 他轻叹一声 把手中的书籍放在床头 一个人走了出去 金园是府邸里最好的院子 各处的景致都十分精美 苏木槿沿着抄手游郎 缓缓前行 停在一处小河边 这个季节天气已经热得厉害了 他不过走了几步 身上就有了汗衣 他坐在游郎一侧的木栏上 瞧着河里那已经开得艳丽的荷花 今天终于算是瞧见了 他最大的仇人 那个徐太后 他眸子里的光芒 渐渐地冷了下来 今天在宁王府前院的时候 他特意观察了徐太后 这个徐太后果然是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还有那个徐夫人和徐傲 苏木槿脑海中的疑虑 又浮了上来 有权首先要有兵 没有兵将臣服 说什么都是白搭 可是徐家明明是文官 就算徐太后的爹爹是太师 徐太后的兄长是国舅 可也万万没有和徐王府相提并论的道理 徐王爷手握重拳 要想对付徐家 难道还不容易 哪里需要储黎这样费尽心思去筹谋计划 难不成这其中还有什么他不了解的东西吗 他忽然想起之前听到的传言 再联想到储黎毛子里偶尔闪过的恨意和利色 他脑海中突然萌生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来 传言 储王的生母 储王妃先前曾经产有梁子 可都纷纷夭折丧命 生下储黎之后不久就先逝而去 还有储黎那残疾的双腿和毁了的容貌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储黎那样恨徐太后 总不会是徐太后害了他的母亲和兄长 然而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就被他否决掉 如果储王妃和储黎的两个兄长是死于徐太后之手 那储王爷应当早就该有所动作才对 他怎么想都想不透 总觉得似乎抓到了什么线索 可偏偏就是隔着一层雾 怎么都看不清的样子 一想起储黎 今天他为自己挡箭的一幕 又浮现在脑海中 苏木槿拍拍脑袋 拒绝去想这一幕 他刚要起身却见生肖提着裙子 飞快往这边跑 还没到跟前就对着他大喊道 姑娘 姑娘不好了 什么事情 苏木槿心中一紧 难道是聪儿 他猛起身 一下子变了脸色 姑娘 是陛下身边的李公公 来宣圣旨了 让姑娘赶紧去前院接旨去 苏木槿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件事 今天宁义就已经下了圣旨 说是要解除他和宁玉的婚事 圣旨下得倒也挺快的 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了 想来宁王府也该接到了圣旨 他整了整衣摆 带着生肖就往前院走 到前院的时候 苏清云已经早早地备好了香案 换上了一身巢服 瞧见他来了 那个李公公就咳了咳 大姑娘来了 接旨吧 府里所有的人都来了 二老爷 二夫人 三老爷 三夫人 包括受伤的苏云锦都被抬过来了 苏木槿瞧见苏云锦那一张脸 也是已经 那张脸已经瞧不见五官的样子 皱巴巴的被肿得突出来的脸颊挤到一起 看上去 看上去十分的争鸣恐怖 脸上的痕迹有点像巴掌打出来的 却又不敢肯定 巴掌打出来的应该是红色 可他的脸一片青紫 只有嘴唇是红色的 嘴唇也没有逃过肿大的命运 上唇下唇 肿得往上下翻 露出里面鲜红的嫩肉 苏木槿看到他的嘴唇 不知怎的 忽然就想起 千前过年的时候 组长从云州让人 带过来的蜡肠 眼睛被挤得像刀片在皮肤上 划出来的伤口 小的只剩下一条线 不过尽管如此 苏木槿都能感受到 那几乎没有的眼睛 对他射出来的怨毒目光 苏木槿冷哼一声 故意刺激他 哼 二妹妹这是怎么了 方才姐姐从宁王府里 出来的时候 妹妹不还是好好的 怎么一会儿不见 妹妹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瞧那脸上 几乎都要毁容了 也不知道以后 能不能好得了 女子最在意的便是容貌了 因此苏木槿寸寸打他七寸 他话音刚落 就瞧见苏云槿浑身一颤 他躺在担架上 不能起身 抬起手就去触摸自己的脸颊 他的胳膊似乎也有些不太好使 抬臂的动作异样的缓慢 手指刚刚触碰到脸颊 他脸颊就是一抽 哼 妹妹这副尊容 如果被宁世子瞧见了 兴许今儿个宁王府上 宁世子宁可自戳双目 都不会让二妹妹进门吧 苏木槿 我在这里 妹妹有话不妨尽管说 苏木槿含小居高临下地俯视苏云锦 瞧着她的大嘴巴 她忽然又是一笑 哼 妹妹还是不要说话了吧 妹妹这嘴巴说起话来 声音还真真是奇怪 若是在夜里 妹妹这声音 恐怕能直接吓哭小孩子的 苏云锦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苏木槿却不再理会她 韩笑跪在了地上 苏木槿皆知 所有人都跪在了地上 只有苏云锦不能动弹 还躺在担架上 李公公却没有直接宣读圣旨 反而是对着苏卿云道 苏太傅 二姑娘虽然伤脸 可腿应当还是好的 还是让二姑娘跪下截指的好 这圣旨里还有关于二姑娘的呢 公公此言有礼 苏卿云这一会儿正看苏云锦不顺眼 因此倒也完全不心疼她 吩咐几个粗屎婆子 让二小姐跪下去 粗屎婆子们对视一眼 连忙起了身去扶苏云锦 苏云锦这会儿全身都是伤 婆子们一碰就钻心的疼 她丝丝的抽着冷气 却还是被强硬的按在了地上 李公公满意的点点头 这才开始宣读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宁王府世子宁玉 与苏太父之女苏木锦 原乃天作之和 乃和世事多变 今宁世子早监人算计 与人有私 自觉配不起苏姑娘 特求朕免了婚约 朕心下敏之 疑允 从今往后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亲此 苏木锦接指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苏清云已经知道了宴会上发生的一切 脸色却依旧难看 而二老爷和三老爷夫妻更是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的看着李公公 二老爷更是直接起了身 抓住李公公宝蓝色的太监公服 李公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婚事 怎么说断了就断了 圣旨里说宁世子遭人暗算 与人有私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请李公公解惑 李公公比仪不已的 看着被两个婆子 扶着跪在地上的苏云锦 对二老爷冷声道 二老爷若是不清楚事情的始末 不妨问问您的二侄女 想必苏二姑娘 最是清楚这件事情的始末了 二老爷皱眉 看了一眼苏云锦 半上没有说话 二夫人则是担忧地看着苏木锦 这样平白无故地被解除了 这样一桩好姻缘 大侄女心里恐怕不好受啊 他扶了扶自己的小妇 自从知道自己怀了身孕之后 他便想着今后孩子若是出生 就要把所有的爱都给这个孩子 男孩也好 女孩也好 都是他的心头肉 身上有了慈母的光滑 这时候他对苏木锦越发的怜惜了 这个孩子自小就没有生母 原本生活就够艰苦了 如今又被解除了婚约 他心里浮起更多的涟漪来 那边却听到李公公继续说道 陛下还有一道口谕要传 苏太傅之次女苏云锦 此女实在是女子中的异类 念在她一片苦心的份上 朕特许她嫁入宁王府为妾 这一次就是府里的其他人 也都忍不住面面相去 眼睛里全都是惊讶 这是什么情况 大姑娘和宁世子的婚事刚刚解除 怎么陛下就下了口谕 让二姑娘嫁到宁王府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宁王府寿臣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公公却冷笑地看着苏云锦 咱家真是佩服极了二姑娘 为了能嫁到宁王府 不惜社稷毁了清白 非要死气败烈地缠上宁世子 只可惜了宁世子身份高贵 却要迎娶你这么一个不堪的女子 咱家想想都为宁世子布置 哼 二姑娘既然已经得偿所愿 就好好准备吧 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去宁王府了 不过陛下也说了 既然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一切从简 该有的礼就算了 三个月之后 宁世子会派府上的小轿子来接姑娘 至于嫁妆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宁世子说了 今后只要二姑娘安分守己 自然不会亏待了二姑娘 众人一听这话 对时哗然 原来方才圣旨中所说的金人 竟然是二姑娘 接下来